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隐藏着许多神秘而壮观的自然现象,有些甚至是少数人才有幸目睹的奇迹。 然而,我最近发现了一些从未见过的大自然现象,令我惊叹不已。 接下来,我将带你亲自去目睹这些令人惊叹的自然景象,一路上探寻着大自然的神奇之处。 树干着火 在大多数情况下,有时闪电会击中树木,树木就燃烧起来,但是,有时自然发生的情况却大不相同,请看这棵拥有炙热滚烫内心的树。 最近在网上分享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视频显示,树干的开口处可以看到有红红的火焰。 自播放以来,该视频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已经燃烧数天了。 其实,并不是人们不想灭,而是不如不灭。 因为树星着火,很难被扑灭,一旦火势成了气候,树干内部就会快速碳化。 此时,灌水也很难浇灭,需要大量泥沙覆灭才行。 但这样会伤害树木本身,毕竟内部着火后,依旧存活的树也不罕见。 所以,一般不危害周围安全,都会对树心火放任不管。 由于树皮水分要比树心高,内部着火的情况时有发生。 一旦树心燃烧,通常会持续数天。 不过,只要保持树皮的基本蛮好,护木逢春也不在话下。 因为人要脸,树要皮呀。 沙漠鱼河 如果是在洪水过后,街面上出现鱼流的话,人们最多是惊叹,而不会感到震惊。 这是因为鱼本来就生活在水中,只是被洪水带出来罢了,惊叹的只是鱼的数量多而已。 那在一个常年干旱,连水都没有的沙漠中,忽然出现一个由鱼组成的鱼河,顺着一个方向在沙漠中流动。 这不会惊呆吗? 而沙漠中的鱼河之所以说违背常理,有两点。 一点就是沙漠由于气候干旱,降雨量比较少,不要说河流了,就连水都几乎没有。 虽然沙漠中一些绿洲的湖泊中也有鱼的身影,但是那些都是按条来算的。 但是从视频中鱼的数量上来看,这明显已经超过了沙漠湖泊鱼的数量。 可以确定的是,这些鱼不是来自沙漠,那么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首先有些网友怀疑,这个视频的真假,因为在任何情况下,沙漠中都不可能出现这种单纯由于组成的鱼河。 但是通过一些网友的分析,确信视频没有被动过。 也就是说这条视频是真的。 最后经过我的查找,终于大体弄清楚了世界的来龙去脉。 这个鱼河的出现,与一个化工厂有关。 一般的化工厂出来的污水有各种有毒物质,所以化工厂的污水都要经过严格处理。 所以化工厂都会建一个污水池,把这些污水统一处理,达到标准后才能进行排放。 而这个化工厂的附近就有一个鱼塘。 但是化工厂通往污水池间的管道出现泄漏,而其泄漏点就在鱼塘的旁边。 这就导致很多没有经过处理的污水流入到鱼塘中。 这对于才放进鱼塘没有多久的鱼苗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导致鱼塘中的鱼苗大量死亡。 虽然化工厂最终堵住了泄漏点,但是已经流入到鱼塘中的污水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无法改变。 为了减少损失,避免化工厂的污水沉淀到鱼塘的土壤中,影响以后养鱼。 最终鱼塘的主人就把含有污水的鱼塘全部排放。 在这个过程中,鱼塘中的水携带着大量的鱼苗一起向前流动。 由于沙漠比较干燥,在水流动过程中慢慢地渗入地下就只剩下鱼了。 在惯性的作用下,鱼群就在沙漠中流动起来,变成鱼河了。 而这位大叔之所以拍摄视频是因为他是当地的记者, 而化工厂拒绝赔偿鱼塘主人的损失,所以才拍摄一系列视频,为鱼塘主人伸张正义。 血色沙滩 沙滩?我们都很常见,但你一定没见过红色的沙滩吧? 现在就带你看看有着血色沙滩的小岛。 霍尔木兹岛位于伊朗南部,面积只有12平方公里。 岛屿很小,但是这里的海滩却有着鲜艳的红色,甚至连海水也被染成了红色,于是这里也被称为血色沙滩。 那这个红滩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岛的构造了。 其实整个岛就是一个不断上升的岩层。 在几亿年的时间里,岩层虽然被火山岩掩埋,但是岩是有福利的。 岩层通过上层岩石的裂缝上升到了地表,并形成了岩丘, 不断抬升的岩层与其他黏土层,碳酸岩以及富含铁的火山岩混合在一起,从而就呈现出了各种颜色。 这也就是说,整个小岛不光有红色的土壤,还有黄色、白色、金色等超过70多种富含矿物质的土壤颜色。 所以,当你在霍尔木兹岛漫步或骑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每走几百米,四周的土壤颜色就在不断变化。 而其中的红滩是独一无二的。 这种富含氧化铁的红色黏土,除了是最吸引人的一种颜色外,同时也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广泛应用于多种工业用途,包括印染、化妆品、猴瓷等等。 而更神奇的是,是这种红色黏土还可以食用。 当地人把它作为香料调味剂,喂面包和咖喱,增添泥土味。 所以,如果你听到当地导游说,你应该尝尝这片土地的滋味这句话时,你要知道,它真的没有在开玩笑。 蛋中蛋 鸡蛋是日常中随处可见的食材。 在极罕见的状况下,鸡蛋可能会出现一颗蛋内部,又出现另一颗包有完整蛋壳的蛋。 这样的现象被称为蛋中蛋。 近来一位网友,就碰到如此稀奇的状况,引发许多讨论。 这蛋里面怎么还有一个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蛋中蛋? 它是一种畸形蛋,比较罕见。 母鸡在生蛋时被卵抛包裹,并被裹上卵黄。 在发育成熟后,就会撑破卵抛,开始排卵,进入下一阶段。 它会先在这个鹿斗状的部分进行受精。 有几十分钟,形成卵黄膜以及鸡蛋。 可不管受精与否,它都会在输卵管中继续向前蠕动。 同时裹上蛋白,最终到达子宫,形成蛋壳。 一颗完整的蛋就这样形成了。 在没排除之前,由于母鸡受到惊吓,会有较小的概率导致输卵管逆向蠕动。 将鸡蛋送归到输卵管的上端,恢复正常后,它又会向下一动,重新裹上蛋白蛋壳。 但中弹就这样形成了,是不是还挺神奇的? 诡异背景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上空出现了诡异的情景,让很多人都以为是世界末日的到来。 当地的很多居民都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发生,并且记录了下来。 整个天空突然变得黑暗,好像被什么东西遮挡了一样。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天气现象,叫做湖状云。 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恐怖的情景,是因为湖状云的出现,又遇上了落日的余晖,所以映衬的整个天空非常的恐怖。 形成湖状云的原因是由于寒冷空气,推动温暖空气,不断向前移动的过程, 所以才形成了像巨大飞船一样的湖状云彩,遮挡了整个天空。 再加上落日余晖的映沉,显得更为恐怖了。 那么,这种天气现象的到来,会给当地造成什么影响呢? 是在预示着什么呢? 虽然没有像外星飞船和世界末日那样恐怖,但是湖状云的出现可不是一个友好的现象。 因为在湖状云出现之后,当地通常会带来雷雨和风暴。 当某些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的物体时,你会浑身难受吗? 如果有,那么你一定对这个名称并不陌生,那就是密集恐惧症。 你能看到眼前这个树上有成千上万个洞,每个洞里都塞了一颗巷子。 密密麻麻的巷子让人看起来有些头皮发麻。 这棵树叫粮仓树,是啄木鸟生活的地方,也是它们储存冬季食物的地方。 啄木鸟世世代代都使用同一棵树,这个粮仓花费了好几代鸟的时间。 每年冬天,啄木鸟都会在树上钻出一些洞,并在里面储存巷子。 这么多年来,洞的数量不断增加,它们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避免食物受到松鼠和其他动物的偷盗。 啄木鸟将一颗颗巷子定进入盖里,它们必须确保每个巷子紧贴在洞里,这是一个比较艰难的过程。 如果巷子不慎掉落,就会永远丢失。 啄木鸟会敲击巷子进行检查,发现有所松动,它们就会寻找更小的孔。 啄木鸟的洞不会对树木造成伤害,它们也会把巷子储存在干燥枯子的树上。 春天的时候,啄木鸟有更多的食物选择,到了冬天食物或许比较困难的时候,这些巷子就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每个家庭成员都必须承担起保护巷子安全的职责。 如果有一只松鼠爬上橡树,藏起来的巷子就会被它们吃掉。 所以,任何外来者都会被啄木鸟家族迅速消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